也会有明显的震雨或者零雨 晚上以后 南部还是会有短期间的长江雨漆率 但是其他地区的雨漆 有机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而在温度方面 特地高温大约28到32度 不下雨时 遭感嫩热 现在在湿地厅的李宋岛东方 大约1200公里场面上 有质压已继发展 那么未来几天 可能会发展成为裁风 但是现在预测还会往哪里走 还太早了 因为不确定雨漆人实在太多 所以未来一两天之后再观察 大家不需要太过紧张 这里是中国广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眼全球趋势 掌握时事脉动 解读您关心的新闻话题 早安 我是蓝轩 每一天的开始就从蓝轩时间 好 早安 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 蓝轩看世界 也欢迎跟收看主播的朋友说声早安 好 今天天气依旧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这边讲到说在我们的西南边有一些低压带 是中尺度的低压带 依旧的在这边深沉 而且接近台湾 所以中南部这个部分 在今天一样的会出现的比较剧烈的天气状况 所以气象局特别是要提醒中南部的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的注意 包括局部性的大雨 豪雨 雷吉 强阵风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气象局所发布的大雨特报 在今天没有豪雨 就是说气象局比较针对性的 但是大雨特报的话 有六个县市有 包括台南市 高雄市 嘉义县市 还有屏东县跟澎湖县 好 所以这六个县市 在今天有大雨 这个大雨特报 好 但是气象局比较广泛的提醒 就是说中南部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这个剧烈性的 这个剧烈的天气状况 最主要是因为低压带的影响 好 所以这个低压带大概这一两天都还是会有的 好 所以等于这个天气情形 其实包括北部地区在昨天是还蛮明显的 也是这个瞬间的一些降雨 还是会让天气比较舒服 但是也是有时候会出现比较临时性的 这个短时强降雨的状况 不过在今天看起来多半还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好 因为大雨冲刷的关系 所以空气品质都还不错 所以今天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好 所以大致来说 今天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讯息 也是全台犹豫 但是中南部的话呢 特别是剧烈的天气状况 好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是24到31度 降雨几率50到60 中部地区25到31度 降雨几率70到90 南部地区呢 24到31度 降雨几率70到80 好 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26到32度 降雨距离70% 花冬24到31度 降雨距离50到60 外岛地区26到32度 降雨距离30到50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好 那看完天气以后 一样接下来看的是欧美股市 这个在昨天的表现 好 昨天呢 欧美股市在看起来是上扬的 那这个上扬最主要的原因 是一个我们在昨天很及时的 告诉大家两个讯息 都算是比较释出善意的 或是比较宽松的讯息 一个呢 是对于华为 华为的禁令呢 再延长90天 另外一个是呢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跟川普呢 讲了一些 他们呢 在中美贸易当中呢 受到影响的状况 那川普说他听到了 那所以呢 这两个状况呢 在昨天立即的在 包括雅股啦 欧美股市 都是上扬的局面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 在美国呢 道琼公元指数上涨了 249.78点 收在26135.79点 涨幅是0.96% NASA指数上涨106.82点 收在8002.81点 涨幅是1.35% S&P500呢 上涨了1.21%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 涨了1.87% 好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呢 三大指数呢 也都是上扬的 法国的指数上涨1.34% 德国上涨1.32%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 上涨了1.02% 好 所以呢 我刚刚讲到的是 这两个原因 那这两个原因呢 我们说的 来说的仔细一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有关于 华为的宽松期限的部分 是来自于呢 美国的商务部 他们的这个正式的宣布 因为先前的话呢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 这个路透社就曾经有过 这个相关的消息 因为呢 有关于华为 这个禁止的 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令 在这个礼拜一到期 所以继续 要不要再延长下去 这个部分的话呢 商务部必须做出决定来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就有说 计划把这个 临时许可证呢 再延长 那所以呢 在礼拜一的时候 商务部果然的 这个螺丝 他就正式宣布 允许美国企业呢 对于华为的科技的供应链 包括硬体的 软体的 这个临时的 通用许可的期限呢 再延长90天 一直到11月19号为止 那要特别强调的是呢 这个第一个是 针对软硬体都有 那所以包括像是 这个先前讲到的 Google所提供的 一些Android系统的 华为里头的内建 这个部分的话呢 软的部分也还是可以用 那硬的部分 当然不用讲了 那另外一个的值得关心的是 临时 他特别在想要 他再是一个临时性 意思是我随时可以收回来 我随时可以再放出去 那所以呢 现在就是不断的临时 不断的临时 所以就是忽停忽放忽松忽紧 那完完全全的取决于 中美之间 尤其是美国呢 对于中国的一些谈判策略了 那因为呢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 这个美国的白宫经济顾问 库德洛说 中美之间的谈判 尽量在10天之内展开 所以很显然的 在10天之后 为了展开 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谈判 所以美方呢 释出了这方面的善意 所以呢 这个是有关于呢 华为的宽松期限啊 在延长90天 好那到11月19号为止呢 目前看起来呢 随着啊 这个禁令的延长 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呃 大力光 台积电 稳帽等等的 相关的供应店的厂商啊 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的 所以呢 这边台湾的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 就写着呢 可以旺到年底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 呃 其实对于川普来说 对于这个美国来说 他忽松忽紧啊 只是一个稍稍的 呃 这样子一个 他策略性的运用 但是对于底下的供应链来说 呃 就是好跟坏啊 而且旺跟呃 这个几惨啊 这个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些距离 好 所以可以知道呢 在过去段时间 还有未来这段时间啊 这个全球面临美中之间的风险啊 到底有多多大 而且多么的关注 好 所以这是一个华为 那另外的话呢 针对呃 苹果的部分 也是啊 有一个相关的后续 那就是呢 呃 在川普他讲到说 哎 他听到了啊 有关于呢 库克所埋怨的 他可能因此呢 跟南韩的三星 在竞争上面呢 会受到相当重度的中美贸易影响啊 而落后 好 那所以呢 在今天的媒体哦 看到包括国际啊 包括美国之间 也就在讨论说 那可不可能 把这个中美之间的 对于中国相关的一些商品 输到美国的这些关税 比较针对性的来进行豁免 譬如说就针对苹果来进行豁免 但是啊 呃 我觉得一般分析 这个部分应该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就是说不太可能只针对一个 那要不然的话 你今天苹果因为跟你抱怨了 所以说好 这个苹果的关税可以豁免 那其他呢 那其他如果也来跟你说 那我也要来豁免 我也觉得对我印象很大 那是不是其他的也要一并豁免呢 好 所以呢 在今天的比较多的一些呢 相关的美国的一些科技啦 经济的一些专家分析啊 包括市场上面认为 呃 如果说这个美国不太可能针对库克 针对苹果单独的豁免的话 而川普又认为说 哎 这库克讲的蛮有道理的 因为库克给他看了一些数字 所以比较可能的状况是哦 他会可不可能把这个关税的状况 大刀挥向南韩 意思就是说呢 好 我这个中美贸易呢 让呃 中国的一些商品 说到是美国的企业 在中国知道的商品啦 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因此上失了一些呢 呃 竞争力 那么我就让他的竞争对手 南韩也吃到类似的苦果 所以我也对南韩来进行关税战 所以呢 让大家都一样的受到这个关税啊 可能要升高的这个相关的影响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讲到说呢 美国的关税大刀 会不会啊 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川普评估说呢 针对啊 这个南韩也进行相关的关税战 呃 一些输往美国的记忆体的关键的 一些出口的领主舰 也要来课征关税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包括了像是美商的美光 包括呢 呃 这个台湾的南亚科啦 华邦等等企业呢 说可以因此而得到呢 强劲的转单效应 意思就是说呢 会砍向南韩的三星 三星啦 呃 海力 海力士啦 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啊 那就等于是用这个方法 帮啊 这个苹果助阵啦 那但是我们的供应链 也可以呢 意外的在过程当中 受到一些好处 不过呢 通常有好处的话 当然也会有一些 可能担心的坏处了 哦 那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要进一步的评估 但是不论如何啊 这个部分看起来 那是有关于呢 苹果啊 当这个川普要考虑啊 这个库克所提到的一些数字 来做因应的话呢 嗯 一个是单独针对苹果豁免 一个的话呢 是就重新去思考美中的贸易 那另外一个就是美韩的贸易啊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呢 平衡啊 这个部分的话是在今天 我们看得到的一些相关的 呃 后续报道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相关消息啊 所以我们昨天看到的 大部分的一些晶片类股啦 半导体啦 昨天呢 都是啊 集体的上涨的 那上个礼拜所呃 失去的一些阵地呢 在今天看起来呢 多半也都是收复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川普这个人真的是话都会常常说的很满 而且说风就是雨的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要强调 我想是对他的选民喊话 因为美国的经济现在有步入衰退的一些讯息 包括我们先前讲到的 他们的10年期跟2年期的公债节律率倒挂等等 相关的状况 这样的气氛 所以也让他不断的批评美国联准会 鲍尔 然后说都不愿意降息 降息降得太慢 另一方面的话也不断的想办法 要去提振美国的经济 所以对于库克 他的谈话有积极的回应 一般分析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库克已经不止一次 对川普反映过 说中美贸易对于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 其实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但先前川普的充耳不闻 现在终于听到了 同样的其实在今天还有一个相关的讯息 那就是川普正式宣布 对台湾卖飞机 卖F-16的战机 他特别还公开的宣布这件事情 以前多半都是由美国的国防部 有个特别的单位来宣布相关的军售 但这一次川普特别的自己宣布好消息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告诉你们太棒了 因为这是很多很多的钱 而且这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 这个话很有意思 是谁的钱 他赚台湾的钱 是谁得到的工作机会 是美国人得到的工作机会 所以会知道说 因为卖给台湾这个战机 美国的这些相关的军活产业 拉出多大的生产线 所以你会知道说 美国川普对他的经济 拼经济来说 他有多么的卖命 所以这部分有关于台湾 这个军售 我们待会会来讲 这个今天相关的讯息 但是整体来看 你就知道说 川普在各个方面 这个相关的一些行动 都跟他的选举 都跟他的拼经济 跟他要跟他选民做交代 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他这边讲到说 其实现在都还没有开始重新谈 那但是他就已经讲到说 就是呼吁了 这个说你看 我们的美国经济 即将在完成贸易协议之后 大幅度的成长 但是贸易协议会不会达成 八次都还没有一撇呢 因为事实上 美国这一次 也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底下 把中美贸易跟香港事情挂钩 所以其实大陆方面 对于美国把香港跟中美贸易牵连在一起 很不开心 所以当昨天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再次对中国喊话 呼吁说要比较人道的 比较平和的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官方媒体 像是环球时报 马上就回嘴说 中国大陆处理香港的问题 犯不着也用不到 这个美国来插嘴 我们做了任何的决定 都跟你的建议无关 所以你会知道 在这个事情上面 中美贸易 在这样的气氛里面 相对来说紧张的气氛 不管是中美之间的紧张 或是说香港问题 导致这个问题更加的紧绷 其实都不见得这么的乐观 它很多事情 很多的因素是搅在一起谈的 但不论如何 中美贸易打到现在 确实对双方的经济 都有相当重度的影响 所以可不可能放下其他的 比较分杂的因素 只去直接的面对单独的处理 中美贸易的问题 就看看未来十天之内 重新登场的中美贸易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走法了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讲到中美贸易 好 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有关于香港问题 这个部分 还是有点双脑筋的 因为川普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 副总统彭斯呼吁 川普昨天在讲到说 中美关系良好 持续对话的时候 也再次的提到说 中共大陆得要先人道处理 香港的议题等等 好 这个部分是川普的一个谈话 也是经济方面的另外一个变数 再来的话 就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 有关于降息这件事情 美国联总会的主席鲍尔 这个礼拜五有一个蛮值得注意的 就是全球央行的年会 它是每一次都在Jackson Hall 这个地方举行年会 所以面对今年全球 先是各个国家的一些经济放缓 再来是中美贸易 导致这样的经济压力更大 再来的话 加上现在的不管是香港的问题 各个地缘政治 也不断的被放大 持续的纷扰当中 所以今年的 央行的年会 预料会蛮受到关注的 当然美国的联准会 不断的被鲍尔盯着骂 盯着满头包 所以鲍尔他在这个礼拜五的 相关演说预料会在股市当中 当作一个蛮重要的指标点 也会引起相关的一些震荡 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催化剂 所以这个部分是讲到的 降息相关的话题 好那最后来看看 在市场当中 比较个别的一些消息 首先要看的一个是 现在全球最畅销的电玩游戏 是什么 这边讲到说是叫做 当个创世神 这个说是最畅销的游戏 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玩了 那这个畅销游戏 说因为太受欢迎了 那他们现在打算加码 所以呢 包括微软跟这一家 做这个当个创世神的 最主要的 要增加他的视觉效果的一家公司 叫DVIDIA 那他们呢 要去发展一个 及时的光线追踪技术 我就让你这个 在玩的时候 随时那个光影之间 变化非常的大 好那所以呢 说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呢 NVIDIA 礼拜一的 昨天的股价大涨 百分之七点零三 微软也涨了 接近百分之二 所以你知道呢 这个相关的电玩 其实是非常赚 也是非常受欢迎 非常夯的一个话题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当个创世神 这个相关的话题 带动的这个两个股 两个企业 他们的股价飙涨 再来的话呢 是微博 那这个是大陆的微博公司 他们在美国也有上市 他们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 每个月跟每一天的 活跃用户都比呢 上一季增长很多 双双创下呢 四个季度以来 最好的成绩 所以他的股价呢 飙涨了百分之十四点一 OK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呢 是跟企业有关的消息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看的是欧洲 那欧洲的话呢 大致也还就是跟着 美国的 中美贸易啦 还有呢 这些香港问题 来看 这个最近的变数 那最后油价 我们休息会呢 再回来继续说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你们股息室 这些篇事 还没关系 因为他们不遭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好 回到来询时间 接下来看的是油价 油价的话是在纽约部分是上涨的 涨了2.44% 收在每一桶56.21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1.81% 收在每一桶59.7块钱美金 好 那跟油价有关的两个话题 有一个是在夜门 夜门的反叛军在这个周末 对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的油田之一 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 也因此造成了油价的上扬 那这个油田说是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所有的 大概就是拥有大概140亿桶石油这样的一个产量 那但是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 没有伤亡了 但是这个夜门反叛军一直是在这个中东地区蛮重要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所以呢这是一个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是有关于伊朗邮轮 伊朗跟美伊美英之间相关的话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因为这个英国不是扣押了伊朗的邮轮吗 那这个美国希望英国能够持续扣押 所以呢还这个申请 这个对于国际的一些相关的法庭做申请 但是后来呢这个身体无效被驳回 所以最终呢英国是放走了这个伊朗的邮轮 所以让这个一度 这可能更加紧张情势升温的一个状况稍微的舒缓一点 不过这个油价呢 整体来说这个在昨天还是上扬的 所以呢这两个是跟这个中东局势比较有关的消息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欧美股市跟油价有关 但是呢在香港部分呢 我们再看一下跟这个经济有关的状况 因为呢这段时间呢香港 这个国际媒体也都大幅度的关注 在机场事件之后 这个礼拜天所上场的 这个所谓的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重新回到这样一个气氛当中的香港的示威 那因为人数还不少 而且呢维持了一个比较和平抗议的方式 所以呢等于是这一场 等于是港府跟这个示威的民众之间的拔河 包括呢北京这方面可能都要再继续再下去了 因为这个人数还不少 如果说马上就小轰了 那很可能呢这个就溃不成军 但是呢看起来人数还不少 但是呢好 那这样子假设说要继续的僵持的话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呢 来对这个香港呢做一些处理 那所以呢目前看得到的一些状况呢 北京方面其实对一些企业开始下手了 那这个媒体之间的报道 除了先前看到的国泰航空也好 包括的汇丰银行也好 那今天呢还看得到的这个相关的消息 讲到的是目前像是在香港是四大 这个会计师银行 这包括像是浦华永道啦德勤啦 华马威安勇这四家 因为呢这个好像是说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吧 他们呢的员工啦 这个在香港的媒体当中呢 看的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就是表示支持示威活动 哇结果呢这四家 这个会计公司就被盯上了 那他们呢就在昨天啊 整版的广告呢来澄清 说他们公司跟员工的示威是两件事情啊 那呃这个部分 就是说呃他们说那个广告啊 并不代表呢公司的立场 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行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在香港的一些企业啊 现在也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有点左右为难 好我想这个左右为难啊 这个对于台湾的嗯 这个企业来说也还蛮熟悉的啊 不管是现在的85度C啦 啊这个嗯 吴宝春的面包啦 呃包括最近的一方啦 啊其实都在两岸的气氛之间啊 显得左右为难 所以更不用讲说香港啊 目前的局势这么的紧绷啊 呃在这个夹在中间啊 这个很多部分呢 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呃 过程当中非常痛苦的 好那在今天呢 还有进一步的消息啊 连媒体啊 其实在里头呢 也都是呃有感受到啊 这个非常的敏感 其实就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 你在评论这个事情 呃如果说我们说多一点啊 看起来可以理解啊 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行动啦 等等的话呢 呃就会有人说 哦你是华毒 我想可能也包括很多海外 或者翻墙的一些呃 大陆的啊朋友部分啊 那但是有时候你可能说多一点啊 这个中国大陆的呃分析 他们的一些行动啦 他们的声明啦 我就会有人说 哦你是不是挺中 所以呢 在这个事情上面啊 我只能说反映出来啊 这个香港事件 这件事情是极度的尖锐 而敏感挑动的啊 呃这个等于是大陆 香港包括台湾啊 非常敏感的政治的 甚至是一些民族情绪的神经啊 那我讲到的这边是呢 呃在今天最新的消息 包括纽约时报啊 跟这个BBC都还蛮大幅度的报道啊 那就是呢 推特跟Facebook啊 推特跟脸书 他们呢呃正式对外宣布啊 在昨天封锁平台上的呃大量账号 这个大量到啊 像是推特停用了936个账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呢 这些账号呢散布了虚假的消息 他们呢强烈的怀疑啊 而且他们说他们经过调查 说啊这些账号是中国官方支持的账号啊 等于是中国官方呢 利用这些假账号呢打讯息战 那呃这个所以呢 想要损害香港政治运动的合理性啊 里面就是说有提到呃去污蔑啦 这个香港的这些群动群众的示威运动啊 包括说呃是不是呃像先前的暴眼少女啊 说他在他事实上啊是倾向示威群众的啊 他还在现场发现金啊 帮人家发现金啊 所以呢代表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啦 等等啊 好那所以呢 推特跟Facebook都说 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 这是一个官方组织的行动 哇这个坦白说 我看了以后 今天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觉得他们还呃这个挺大胆的啊 就是说你除非是有个蛮确切的证据啊 否则的话呢其实先前同样是推特跟脸书 还去呃删掉了有一些呢 算是中国异议分子的这些账号 所以那个时候的推特跟脸书啊 还被呃比较认为是比较自由派的人认为说 哎你是不是呢 在帮呃这个中国大陆呢 呃等于是进行言论控制 但是现在啊又突然之间呢 呃禁用了呃九百多个 接近一千个的账号 说他疑似是中国官方在背后操纵 哦那所以呢 如果说没有确切的证据的话 他又会陷入另外一个极端 是不是又在帮呃这个呃 示威者啊去过度质疑啊 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到底啊 嗯要站在哪一边 我想呢可能最主要的部分 对媒体来说你也只能说 就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到底呢这个证据显示出来 是什么那个状况 那目前 推特跟脸书 至少他们说 他们掌握了可靠的证据 证明这些官方的组织 是来自于中国 因此他们停了 这些相关的账号 好所以呢有关的香港事件 看起来呢 嗯一时片刻不会聊 如果他们尽量的证据 请不吝点赞他们 请不吝点赞他们 准备 准备 明镜中 如果有点赞他们 请不吝点赞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边都忠实的如实的去反映报道 那当然这个因为整个的立场显得非常的敏感 很政治性非常的尖锐 那尤其是呢在中国大陆内部 其实相关的民族情绪还蛮沸腾的这段时间 对于香港的事件来说只要是在里头看起来呢 被香港的示威群众的批评最多的 反而在中国大陆的内地都会是像英雄一样 但是反过来说对于香港的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呢 非常的认为这个是大力批评的 这个在香港里面的市场都是他们的真正是去极力主张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双方的这个距离其实是还蛮远的啊 那只是说呢这部分有没有办法呢 慢慢的拉近彼此之间的信任 还是彼此之间对这个事情处理的一些认知 现在看起来呢双方还在继续的僵持当中 但是最最大的一个转折 或者说不幸中的大性就是现在看起来 又回到一个比较是和平的理性的抗争的方式啊 那否则的话呢 其实走向暴力啊 对于双方来说啊 都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 好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只能再继续啊 这再看下去了 那当然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像是我们不是看到啊 这个包括移民台湾的人数也变多 那我们的政府啊 就就是蔡英文政府呢 他也说国安局有个小组专门在盯香港的发展啊 然后呢也讲到说呢 呃就是有在准备啊 是不是呢进行一些相关的呢 政治庇护等等啊 这部分呢 其实国台办啊 也在昨天发了一个呃声明 一个谈话啊 意思就是说要台湾啊 不要插手呢香港的事件 好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说 当然啊 呃看起来啊 就在昨上个礼拜啊 比较激烈的啊 就紧绷的这个礼拜呢 呃捡到枪啊 这蔡英文政府的比谈话比较谨慎一点啊 但是呃应该啊 显然的还是啊 当然整个局势还是对于蔡英文政府有利的啊 所以呢整个局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呃对于蔡英文来说啊 他当然不可能不去在这里面啊 得到一些政治利益 不过呢就整体来看的话呢 这也不是台湾能够做决定的啊 就整个的香港的局势啊 那其实香港的人民香港的港府啊 我想还是最终 嗯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 handle啊解决啊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当事者了啊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有关于香港 那另外的话呢 还要看的是啊有关于呢 嗯我们先看一下欧洲好了啊 这个脱欧 脱欧的消息啊 这个英国脱欧 因为啊 他们不是泄露出一个内部的文件吗 一个相关的说是机密啊 所以这个机密的讲 假设说如果呃 这个英国呢 无协议脱欧的话呢 状况会非常的惨啊 说这个各大口岸呢 会出现大塞车啦 呃 食物啦 医药啦 燃料啦 等等啊 都严重的大短缺 好那这个政府出来灭火了啊 那负责无协议脱欧的大臣这个Goff啊 哥夫他说这个报告只是点出一个最糟糕的状况而已 不过最糟糕会这么糟 也还蛮惨的 而且他强调 不过他还特别强调说 不只是最糟糕而已啦 那他讲说 呃 这个资料太旧 他说呢 事实上在Johnson上台之后 担任首相之后 对于无协议脱欧的准备 已经更加周全了 好那我想这部分也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啊 因为Johnson上台也不过才有没有一个月啊 那如果先前嗯 那么严重的短缺 到现在很多一上台 通通都很周全了 嗯 我觉得这时间也蛮短的啊 好但不论如何 这是出来灭火的啊 这个意味也非常的浓啦 就要大家安心就是了哈 但是呢 话是这样的说 那很显然的在野党一点都不安心啊 所以呢 在今天的消息啊 除了执政党出来灭火之外呢 还包括了最大的在野党工党 他们呼吁在10月31号呢 进行脱欧之前 就脱欧的dayline之前 重新进行大选 他希望呢 重新进行大选 再来决定最新的民意是什么 要怎么的方式来脱欧 这真的还蛮折腾的哈 那但是呢 所以呢 就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啊 呃 真的逼迫啊 这个才上台没多久的 Johnson保守党来进行啊 提前大选了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执政党没有任何的意愿啊 重新提提前进行大选 但是呢 工党的柯冰啊 他们这个主席 他就说呢 嗯 他希望目前呢 来讲的话 第一个 尽快的恢复啊 这个相关的国会的开会 啊 因为目前他们似乎在休假当中 他希望呢 快点恢复的啊 开会来讨论到底啊 这份机密怎么回事 讨论到底该怎么样子的脱欧 啊 那再来的话呢 他希望在重新的提早开会的同时 对于呢 Johnson提出不信任案 那如果说他可以成功的提出不信任案 而得到通过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重新进行大选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英国的工党啊 目前所想要啊 来发动的 但是当然Johnson上台啊 目前就看他如何巩固保守党内的状态 他是不是比前一任的梅一 能够更得到英国保守党 内部的支持了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显然的在英国脱欧这件事情 而不只是未来到底英国的金融的经济的局面 跟整个欧洲啊 跟英国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也还包括了呢 整个的政治情势啊 英国能不能够在换了一个首相之后 更能够掌控大局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来自于呢 英国啊 这个相关的消息 好 那最后呢 来看一个呢 就是跟国际之间 事实上也是中美的啊 这个强权对峙有关的话题 那就是呢 美国他不是在8月1号退出 这个跟中俄之间的中程导弹飞弹的条约之后呢 他其实就是想要在亚洲啊 这个我们讨论过 部件啊 一些中程导弹飞弹 也没有真的说要发射了啊 但是就要跟中国证明说 我是有能力在这边跟你相抗衡的啊 所以他希望在欧洲部署也好 南韩部署也好 在台湾啊 这方面的云风飞弹 我们也讨论过 那在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他自己也在演习 也发射了一个那中程的巡异飞弹啊 好 那这个部分 当然他会说我只不过是发射而已啊 我都演习而已 但是呢 大部分的军事专家啊 都 都认为啊 这个举动跟刚刚退出中程导弹条约是有关系的 他要证明他有能力 而且他证明他正在努力的发展啊 他可以让这一类的啊 这些武器能够重新的展现 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能力 好 那事实上美国的国防部也是自己主动公开 他们测试的这个讯息啊 昨天美国国防部宣布 他们测试了一枚呢 地面发射的中程巡异飞弹 好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精准的命中的目标 OK好 这是美国的说法 马上回来 他没有练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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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103亿,今年7月是845亿,今年8月最新是2507亿 这个部分的话比较有意思的谈话是,川普实在话讲得太白了 他说呢,这真的是很棒的战绩,那这个确实,目前我们待会讲到,这个军方确实认为说,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能够提升我们战力 说这个战力可以提升1.8倍,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战绩,但是接下来这句话,他说呢,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们之所以批准这笔交易是,这个有非常大量的工作机会 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说呢,川普他其实过去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对台军售都是由国防安全合作局来进行公布的 那但是呢,这一次这个局呢,还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川普自己非常开心的公布了这个消息 他说他证实了,他批准了这份军购,而且呢,这份军售呢,可以呢,带来非常多的工作机会 那哪些工作机会呢,那这是来自于南卡罗莱纳州 所以呢,这个南卡罗莱纳州的州议员也马上对外说,对对对,是我争取来的 他说呢,这一个新型的F16啊,将会在南卡来制造 这是台湾所要求的66架战机,会是我们的新的生产线的最大订单 好,所以你会看得到,当然啦,对我们来说的话呢,还是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战力啊,是有提升的 但是会不会某个程度来说,也是帮川普呢,拼经济,拼选举啊 那当然更担心的是,呃,媒体当然也会去关心说 我们刚刚讲到的整个亚太的局势,还有中美之间的局势 呃,这边就,联合报特别提到说,我们不应该照单全收 因为目前他们正在亚洲的部署中程飞弹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系统 事实上我们可能要沦为另外一种棋子啊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中程飞弹啊,这样的一个态势往上 那因为,呃,中方一定会抗议的嘛 那所以你看,呃,南韩,澳洲现在都不敢啊,部署这种有攻击性的 更不用讲先前防御性的,其实就已经让南韩吃足苦头了 好,那现在我们呢,又在美国的鼓励底下 我们要量产我们的中程飞弹,可以打到这个北京的云峰飞弹啊 那现在的话呢,呃,他们又卖给我们F-16V 那所以呢,整个的状况啊,呃,台海之间会成为,呃,国际眼中啊 非常不定时的一个火药,不定时炸弹一个火药库之一啊 战场之一事上是大家啊,对于这个整个的亚太 对于台海之间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啊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对台湾来说是必须啊 特别的去谨慎的 好,不过当然,昨天蔡英文呢,还是感谢美方 然后她说呢,感谢美方呢 呃,很高兴啊 可以看到呢,美国的行政部门对我们的军售采取正面的态度 所体现出来的呢,是美国的行政和国会呢 都依据了台湾关系法啊 让台湾呢,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啊 提供了我们的军事战力 好,那这个F-16V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军售啊 呃,他在2024年这一批66架的新飞机啊 会确定的回来 那等于这段时间要量产嘛啊 呃,这个南卡因此开始有了一个生产线 那呃,我们这个案子啊 是对美国来说川普宣布了啊 但是9月份的话呢,才会正式订案啊 因为他们有国会的一个订案期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国会通过 因为这个预算非常的高 2500多亿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用特别预算去支印 那未来如果说呢,这个飞机到了以后呢 他因为可以啊 他是一个目前说啊 是一个最新型的啊 是一个27年来 美国第一次卖给我们全新的新型战机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过去卖给我们的其实都不是最新的 呃,甚至有些事情太旧的 很多是已经他们自己不再量产的 那,但是就是卖给我们 好,那包括先前的战车也是 也未必是我们最需要的 嗯,但是也就是卖给我们 好,那但是这一次终于啊 是一个呢,全新的啊 这个新型的战机 那包括还可以搭载啊 最新一代的响尾蛇飞弹 好,那还可以跟其他的F16啊 相关的一些进行连结 可以进行呢,联合作战 啊,所以包括先前我们的F16 A,B型战机等等嘛啊 都可以做一个联合作战 而且比起过去的这些F16系列 来说的话呢 他说呢,他的总体战力啊 可以呢,因为新的加入 而提升1.8倍的战力 好,所以呢,大致来说是这个样子的啊 等于是我们拥有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攻击链了啊 好,但是呢,从过去的防卫 到现在的可能攻击啊 包括云风飞弹都可能是一个比较可以处于攻击性的 你就会知道说 呃,整个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关部署啊 呃,的思维已经开始出现了微妙的转变 某个程度来说 你也可以说比较紧张的态势 在往上升高了一点 但对我们来说 当然,你能够有防卫之外 还可以有攻击的能力 呃,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 那只是说会不会造成两岸之间的一些紧张啊 把我们卷进不可预测的啊 这个危机当中跟风险 我想这部分还是啊 这个政府必须要去思考的 好,那最后一个啊 是在最近的周周都有民调的平面媒体啊 那再做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呢 蛮特别的是啊 他把郭台铭自己参选 跟郭台铭跟柯文哲成为一个联盟来参选呢 做了一个区隔来进行相关的民调 好,那所以呢 意思是说呢 这段时间其实蔡英文对上韩国瑜 坦白说都已经开始是领先了啊 在就过去这个里 呃,这个一个多月来 大部分的民调呈现出来 韩国瑜都是比较往下走 那虽然还没有到差距很多啊 但是呢,蔡英文的稳定领先 呃,跟大局势 我认为是有关的啦 哦,就是香港事件啊 等等的这个大气氛 好,但是呢 中间目前一个最大的一个是 台湾内部的变数就是郭台铭 好,在这个民调里面的话呢 郭台铭如果是跟柯文哲 有合作关系的话 不管是什么样的合作啊 呃,这个联盟叫做郭台铭联盟 他是赢的 好,他是以29.4% 赢过蔡英文的29.2% 然后呢,赢过韩国瑜的27.3% 但是这个啊,这个最新的 在昨天公布的这个民调呢 其实,嗯,差距都很很很小 啊,先前本来呢 郭台铭联盟一度啊 有这个声音出来的 说是8月初 也就是在柯文哲 刚刚主党前后啊 那个时候呢 一度他拉高到31.9% 那蔡英文是26% 所以中间的差距是5点多 但现在的话呢 几乎就是打平 在误差范围之内 那甚至包括韩国瑜也是,也是打平 哦,所以这个民调 最新的民调呢 郭台铭联盟 跟蔡英文跟韩国瑜 基本上我认为是打平的啦 就29.4%,29.2%,27.3% 哦,这个部分 好,但是如果说呢 郭台铭不跟柯文哲做合作 哦,因为事实上 包括我听到有些人 其实他如果支持郭台铭 不支持韩国瑜 但是当郭台铭如果跟柯文哲要合作 他们不支持柯文哲 哦,那所以他会相互抵消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关于如果单独的话 就变23.8%,32.7%跟29% 所以蔡英文看起来是大幅领先 那郭台铭是店后的 哦,所以呢这是一个 这个最新的民调哦 说是养建出来的一个新局面 OK,时间到了 明天见,拜拜